哈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再一次收看我们今天的发现农民里 看到我旁边这一位好朋友呢 这是我们林务局的造林生产组的组长李允忠 组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太好了 今天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要告诉大家 那就是夏至乐游森林市集 讲到乐游森林市集 很多朋友熟悉的朋友就知道说 我知道去年参加过 前年我来过 阿西甘甘地市里达过一份 你还没再说给你听啊 今年就在六月就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五六日 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要透过这段影片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精彩的画面 请看 这个活动就在六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三号 华山中央艺文公园 那如果你要搭捷运来的话 最好咯 就搭到山岛四 下车走过来就可以了 可以带着你的好朋友 在我们的生活聚落里头 看到许多手工艺品 来自大自然的哦 认识很多的新观念 来自大自然的哦 享受很多环境给我们的美好 也是来自大自然的哦 带着小朋友在草皮上跑步 然后和你亲爱的家人 就在这里走走逛逛 还有许多我们的市集 有一些产品 各位可以看到 然后呢 还有许多的好音乐 就像现在听到的一样哦 就在这个礼拜五 下午五点钟 一直到晚上的九点 礼拜六一整天 从下午一点钟到晚上九点 都有人哦 还有很多的课程可以参与 礼拜天要早一点了 下午六点钟我们就打烊了 准备隔天好好的上课上班了 但是这一切的快乐 就从礼拜五开始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 台北华山中央艺文公园 和我们一起参与这次的活动 你会看到许多的爱心聚落 还有手作职人聚落 和绿色小农聚落 友善土地聚落 新创家具聚落 还有爱野营聚落 大地旅人聚落 欢迎大家探开双臂 就等着大家一起来 希老福佑 参与这个非常非常好玩的活动 森林市集 下一时光 在城市里悠闲漫步 拥抱一整片绿意 生活就是如此简单自然 全台最具特色的大型森林创意市集 上百家有温度 具创意台湾木竹彩品牌 森林周边商品 十组自然森林系音乐团体 轮番上阵 花场DIY工作坊 无感体验 吸收新知 2019森林市集 6月21到23 台北华山中央艺文公园 一次满足你对 自然生活的渴望 你对自然生活的渴望 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而这种生活的态度 有些时候 就是我们习惯生活的方法 所以组长要来告诉大家 我们其实 透过刚才的画面 已经看到了许多让人 冲动的行动 已经马上就要走出去户外了 过去我们已经办到 这是第三届了对不对 说一下去年跟前年参加过的朋友 给我们的回馈和反应 其实这 林务局在办这个四集 也是一种 就是一种摸索的过程 也是在摸索的过程 就是我们怎么样想把这个森林的感觉 就是我们对森林的一些会议 可以来分享给一般的民众 林务局以往都大家知道 我们是很单纯的一个公务机关 很单纯的啦 就办公室坐一坐 后来发现森林很舒服 走出去了 而且走到户外 最重要是大家的参与的时候 我们也感觉很感兴 比较辛苦也有价值 像我们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就很单纯的说 我们只是把森林的一些产品 最主要是木族产品为主 我们就说介绍给 集合在一起 介绍给一般的民众 然后第一年是非常单纯的一个发想 进入第二年以后 我们开始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想法可以加进来 就像我们觉得好像 森林除了木材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 可以来介绍给 就像我们的绿宝产品 或者我们生态旅游 或者一些甚至空气阳光水 都可以包装成商品来给一般的民众 所以我们去年我们的主题 就叫森林的甘马店 甘马店喔 甘马店我都知道 就是杂后店嘛 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 都可以在森林里面来得到 然后我们很多一些购买的东西 都是平常生活中接触的东西 都是在森林里面才取得的 所以我们想把这个概念给 介绍给一般的一个民众 然后今年是建议到第三年喔 第三年 其实有很多的感情 或者从一二年的累积起来 我们有很多感情在这边 必须要一些 就是我们要表达对森林的一些感谢 然后森林给我们 对啊 对啊 一个森林没错 对啊 非常不好 森林有神耶 对啊 就是一种经营 我们在森林里面 得到很多一些有形的 无形的一些 呃 就是像物质层面的 甚至到精神层面的东西 都是从森林里面 可以提供给我们 所以我们今年的市集 特别升华 可以叫升华 就是直接从固体 变成液体的状态了 我们希望是说 在精神层面 也可以来引进 我们的一个森林市集里面 所以我们今年森林市集里面 特别有加上一个 五感的体验 五感体验 五感体验 就像我们的视觉 嗅觉 然后味觉 触觉 加上听觉 这部分在精神部分的话 都可以给我们 更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跟体验 我们也希望是说 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把我们森林 给我们的功能 可以更加的强调 是一般的民众 可以来亲近森林 然后享受森林 尽得保护我们的森林资源 是 保护森林资源 然后可以在游戏当中 跟手作当中 去认识我们的大自然 跟环境 你看会没有厉害 这是我们在 这个礼拜五 可能 这是限量商品 各位 你不一定可以拥有 但我也不能独享 我只是现在先玩而已 他只要稍微 牵衣法 就会动全军 一般的积木 可能就是一个 你叠一个 我叠一个 我觉得 组长不一定会叠 赢我 我很厉害 我底下这根 你看看 它是已经立起来的 对不对 你叠一个 是是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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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谁先倒下来 我头吃包 我觉得已经摇这边了 我就把它再放一个上去 啊 不行了 不行了 我要再加一个上去 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以前 在甘马店了 嗯 在秤那个鸡两个时 以前是野青啦 秤头啦 后来是有帮秤 可以秤这样子 好 这是其中的一个游戏 我继续玩游戏 但我们继续要讲的是 为什么要办这个市集的活动 而过去我们也看到说 呃 大家比较知道的是一个 呃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嗯 这是五月 每年五月的时候 5月20号 那我们也期待说 每年五月份 就会有一个森林市集 都可以跟大家见面 大家就会觉得 就记住了 每一年这个时候 五月 就会想要参与这个活动 透过我们林物局 一起走出户外 认识森林 可是这个其实 跟国际的接轨 也希望把这个概念 能够观念 带到我们的国内 对不对 是 嗯 其实我们森林市集 最主要发想 就是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 最主要就是 我们可以取 我们生活所需的 大部分的一个物品 都可以 可以来取自于森林 用自于森林 都可以从森林 取得这些用品 这是一种 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概念 我们也希望是说 呃 这个 这个 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理念 其实跟我们森林市集的理念 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也想说 呃 透过这几年的举办 可以来 来 是 看一下镜头 看一下镜头 各位看到了没有 我没有 这样我也很厉害 对 刚工作人员说 我很厉害耶 主持人有慧根 我其实是 我打断了你的话 但是我先讲一下 这个游戏 就是他其实是 要有一个平衡的 对不对 你那个重量 稍微一点点 一不小心的 他可能就会倒了 不要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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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当我们今天的 最重要的一个 布景 真的耶 这个我觉得 对小孩子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 练那个平衡感的力道 对不对 好了 我刚打断你 你讲到哪里的 你忘记了 我也忘记了 对啊 其实我也忘记了 反正我现在关注力 是在这个桌游 这个积木上面 替我深呼吸是不是 说到深呼吸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 我自己啦 工作有时候忙碌的时候 会不自觉的有点憋气 甚至于有的人说 哦 平衡 呼吸不顺 我觉得那是因为 我们没有经常去户外 其实像夏至这个期间 我们可以经常到户外去走走 组长会不会觉得 在台湾有哪一些森林 是很值得 大家可以去走走逛逛的 这个季节 这个季节 其实 去那里可以避暑的 森林都是大自然 最清 最最自然的冷气机 是 它可以 对啊 进入森林 其实那氛围跟感觉 都非常好 非常的好 尤其如果是有些 海拔的一些差异的话 就像如果是你 大概你身 现在外头都是三十几 但是你如果现在到 我们的大雪山区 那海拔大概两千二左右 大概是 呃 换算起来 现在每一百公尺 减零点六度嘛 是 所以两千都要减得 大概十二度左右 哦 现在那边只有 大概十八度左右的温度 是非常宜人的一个气候 那我还得要穿个薄外套呢 是 但是你就可以用很轻松 很愉悦的 一点也不流汗的 在我们森林里面 去享受森林 带给你的一个 呃 服务 哦 像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台湾有很多森林 值得大家去亲近 嗯 譬如说像 嗯 像北部的一个 呃 太平山 太平山很好 太平山是我们林物局最推荐的 是 它有一个世界十大最美的步道 叫建勤古道 在建勤步道 嘿 这个也是 这个季节 如果去在漫步的那个 古道里面是非常非常的 惬意的 啊 太好了 还有呢 呃 像阿里山 阿里山是我们老牌的一个森林游乐区 是 之前是有神木当招牌 但是我现在虽然神木已经倒了 但是整个森林整个林象都是维持的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还有它的日出啊 它的云海啊 还有我们的可以有世界遗产潜力的阿里山小火车 这是人文跟自然的景观加起来森林呃 所以我们的阿里山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地方 嗯嗯 阿里山不要只会唱歌 阿里山日月潭 还真的要去阿里山 我觉得身为台湾人 你一定一辈子要去阿里山看一次日出 嗯 你会觉得你对大自然的崇敬就油然而生 尤其你在高出的时候 我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你只要把钱给我就好了 好除了阿里山啊 刚讲的太平山 大雪山这时候去 大雪山也对 也不错 其实大雪关精彩的是在晚上 晚上的大雪山 因为大雪山的林象非常完整 然后野生动物非常的丰富 它都尤其太阳下山以后 才是野生动物的一个天堂 在大雪山里面 就林物局有一系列的夜观的一些辅导的活动 其实到到大雪山的林场里面 可以在晚上出去在山里面步道里面走 不仅安全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晚上野生动物 太好了 我都会只想到说那我是不是去那个 山林溪走走啊 墾丁公园逛逛啊 这也可以吧 嗯 当然是也可以 也不错啦也不错 对啊 森林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是 如果你是蛮忙的很繁忙的一个都市人的话 其实你住在长期住在台北的话 其实台北近郊也是有很好的森林游乐区 哪里就像我们的乌来的我们的内洞森林游乐区 它是它有一些瀑布有一些我们原始的一个赤森林景观 跟一些造林木的一些镶嵌的一个地景的那个景象呈现 其实而且它的它的分多金或者是负离子是我们调查结果里面是在台湾地区 等于是浓度最高的地方 它可能去到你那边不仅是对你的心灵上对身体上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太棒了 这个帮助如果你一定要到山里面去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挪个两天一夜啊或三天两夜啊去住在那里long stay 你会感受到那森林那个日夜其实是很不同的 可是你说啊我的母席跟没有关系我这一次的活动啊 森林市集就是把所有大自然里面都搬到山下来 然后运到台北市就在华山中央艺文公园里头 让大家一次感受到不是只有我变了这个魔术木头而已啊 你看一下我这个木头麻烦镜头帮我带一下 你知不知道你有看过台湾是一个我们台湾的地图是一个寒几形吗 对不 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台湾地图一开始第一张地图的手绘是长这个样子的呀 是长这个样子的呢我不知道呢 是横的 是横的第一次看到这是台湾的地图 各位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给我按一个夹 你也是第一次看到吗 是的请回答 好OK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项商品而已啊限量的 那我要讲的是我们要把这些在山里面 不管是在太平山大雪山墾丁花莲台东 有很多木座的一些工艺品 或者是大自然里面才会有的音乐 或者是大自然里面才会有的生活的态度 我们都会带到森林市集里头来 是不是先请组长来告诉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是说活动里 其实我们这是 你要看镜头镜头在那里 大家才有知道你只有跟大家讲话 不是只有我跟我一个人讲话OK 来你看去哪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得到 其实我们在我们市集第一个可以看到最直接就是我们的木族的一个产品 我们在这几年来针对我们的国产木族财富 发展一系列的一个产业 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发展国产财的一个木族类的产品 包含你生活所用的啊 包含设计家具啊文创产品啊一些小物啊 或者是甚至于桌椅家具 我们在这边都会有呈现 今年度其实我们因为是跟就是我们有引进一些音乐的元素 其实一些台湾木族产品的音乐器 我们在这次也非常的强调 我们也找了蛮多就是使用我们台湾国产材来制作乐器的一个厂家 来跟我们森林市集一起来合作 可以把这些好优质的国产材的用的乐器 可以来介绍给一般的民众 OK好 还有我们在这里面有七大生活聚落里面 就你刚刚讲的木头嘛 我们国产材 国产材就是我们的茶就对了 我们生产的木材啦 那还有手作职人聚落 这个就是把那个社区的特色商品周边的带来给大家 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木头就是其中一个了 是吗 是是其中一部分 最主要是我们手作职人聚落 就是其实森林周围有很多部落或聚落或者社区 他们可能是他们的生活都是在这个森林的周围 他们跟森林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很多他们的一些生活所需的作品 他们可能都自己制作 那这我们会把这些产品 就是透过他们的手作职人的一个展现的方式 来介绍给一般的一个民众 OK 还有绿色小农聚落 哇这会看到很多绿色的保育标章 小朋友要认识标章 我觉得大人也需要教育一下 是啊 其实所谓的绿保标章就是我们的林物局的看法里面 就是符合我们这个环境生态友善的一个原则 就是他有一些耕作行为是不会造成环境上一个破坏的 我们希望说这些绿色小农 他可能用有机农法或自然农法 这种耕作出来的一个农作物农产品部分 都可以来跟我们林物局的保育观念做结合 也趁这个市集来可以来介绍给一般的一个消费者 对同时还会在这森林市集里面看到友善土地聚落 这是关于环境的 对 还有社区的 对有一些NGO团体 NGO团队 他可能对长期关注我们的一个环境 台湾的环境 当然也是跟森林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场合也是他们宣导他们的理念 或者是来 等于是来推广这些他们自己的观念给一般的消费者民众 希望可以来彼此之间的来学习 来对台湾的环境可以尽一份心理 也更加把我们所谓国际的生物多样性 把它带进来 跟世界接轨 看世界在做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 然后还有新创家具落 这个是一些创新的一个零产的技术 有什么创新的东西呢 其实 家具吗 我们最主要的创新是集中在我们的森林的副产物 其实就是我们木族产品 我们大家认知的家具或者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 锅碗瓢盆 储具之类的以外 其实很多像精油类 精油类就是我们静静 我好喜欢精油 精油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行业 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一些森林的副产物 一些植物的枝条 树叶 树皮树根之类的 我们可能来萃取一些不同的精油出来 这些精油有可能有 含有一些不同的化学成分 可以对我们人体可能有一些的 一些放松或一些疗效出来 这就是我们一些创新临产技术里面有发展的一个主筹 当然除了精油以外 我们还发展蛮多不同的一些品项的产品 就像化妆品 月桃的化妆品 或者甚至一些啤酒 一些添加食品添加物 我们都是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 OK 还有爱也营聚 这小孩太喜欢了 超疗愈的 对啊 其实森林带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的平和 那种感觉 所以森林给我们 有一些生理或心理上都会非常舒服愉悦的感觉 所以我们也今年也是开始在推行森林疗愈的一些相关的产业 也在这个聚肉里面会介绍给大家消费者来了解 我觉得在大自然里面 如果你在两棵大树中间 然后挂一条那个叫什么 吊床 吊床 好舒服哦 奇怪 家里面平平的那个床 睡了还会失眠 那个吊床明明把人都包覆起来 人是弯曲的 可是超级舒服 我觉得大自然的放松 就是让你那个身体真的达到那种与自然结合在一块 可以常常去露营很好 然后大地旅人聚落 这也是我们这次森林市集里面 七大森林聚落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吗 是啊 生态旅游其实已经推了蛮多年了 也逐渐被一般的消费者去接受 然后零物局是几乎是台湾 掌握最多生态旅游资源的一个单位 是 我们希望在零物局的一些森林的资源 可以来整合起来 跟一些一些优质的旅行社来合作 不仅推介给我们的一个国内的消费者 其实国外的一个观光客 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潜在的消费对象 因为国外的一些观客 他们其实非常关心的是 我们的一个山林的一个文化 跟原住民的一个文化 都是他们关心的一个对象 我们希望说 透过台湾这些特有的一些 山林资源的话 可以介绍给国外的一些旅客 好棒哦 在我们的脸书直播上面呢 有很多朋友 非常非常的支持 我们这个森林市集的活动 然后呢 我们工作人员好棒哦 立刻帮我们很多的连结 吃吃喝喝 友善环境 有机健康 这些重点通通把它摆在里 哎你们很棒 我一讲的时候就拼命按赞了 那就对了 我也来按个赞 忍不住要按赞 那这个赞是因为 我们透过这样的生活教育 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认识 森林这一块 那教育的部分 在这次我们从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的活动里头 各位可以带着孩子 一起来参与一些活动 活动很多呢 我介绍的完吗 快快讲 这个是可以玩那个台湾的一些积木的游戏 然后我很佩服阿豪姐 他真的是坚持 减速的生活 我发现我现在 如果没回路 我好像回路 老人生过不下去了 可是塑胶这种东西 真是千百年不烂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对不对 会有课程可以让大家来参与 然后还有一个森林疗愈工作方 目前已经额满了 那我站在外围可以偷看吗 我这个人很上脑心 因为这有专门的教授来带大家 如何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包括你的毛细孔会呼吸 你的频率的脉动会和自然结合 这个课程很棒 但据说已经额满了 然后可以让小朋友DIY 来做一些竹风车 那这个课程也性额满了 这个主长 这个就是跟精油有关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秒杀的课程 秒杀的课程 那就是说给你流口水而已 但这个课程目前是还可以 这个也秒杀 吴老师的课程也是 吴金带的课程也满了 是满了没错 不过他吴老师这边 他另外还有在 就是音乐 就是音乐主舞台里面 有做一些音乐的分享 在星期六的晚上的八点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 秒杀 星期六晚上八点的这堂课 一定要来上 吴老师很棒 他可以跟大自然相处 日日月月 在那里就只是为了 等一个鸟的声音 等一个青蛙叫出来的声音 等一个清晨的时候 你听到的虫鸣鸟叫声 那花了很多的心力 还有一个课程 其实就已经木制品 已经做好的 因为跟森林结合 然后小朋友可以来 着色的游戏 然后小朋友可以 我才知道柿子可以做染料 我们很多的染染那种 都是蓝色 都是植物染的一部分 要是用我们的柿子 柿子去做染料 小朋友可以自己动手 DIY来做做看 好 这些课程都可以现场自由去报名吗 还是要先报名 都已经先事先的报名 事先报名 那我现在要去哪里报名 可以其他的可以报名吗 现在大部分都课程都已经额满了 别说别说 我们这边做朋友 我们是被他交朋友了 那人家宣传已经宣传这么久了 那马上就到了这一天的时候 反而是要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来参与的时候 要来多看看 OK 赶快在我们的FB上面 按赞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问这些相关课程的话 也可以透过线载来询问 我们工作人员在旁边 可以马上来回答好不好 好 那那天从这个礼拜21号 下午1点到晚上9点 那礼拜六我们比较低早收工 6点钟我们就休息了 那五六日三天 就在台北华山中央艺文公园 如果你要来的话 我建议大家搭捷运来比较方便 像我是拼大人 我爱开车 因为我要载我妈妈 如果要坐轮椅的话 我可能就要停在 华山有停车场 山岛寺有停车场 还有光华商场那边有停车场 是 还有呢 都都房也有 都都房在那边还有几个点 还有几个点 如果非要不可的时候 你再开车 不然我觉得搭捷运最好了 好 有一些在市井里面 会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请组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你要为主开始介绍来我手提的这个是 乌克力力量 是 这个乌克力是我们跟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个厂商 叫根源 它其实它用的最主要材料是我们大家都清楚的叫做相思树 相思树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生长到田野之间很常之前只有用来烧炭功能的一个相思树 但是今年跟我们一起在学习成长中 我们跟它开发出我们一起开发出了一个叫热处理的一个技术 以往的相思树做加剧的话非常的会容易翘 但是用热处理过后它就比较不容易这样反翘 就可以做一个加工 它现在这个根源就利用它来做一些乐器 而且这些乐器在现场我们有些活动会有一些表演的过程 大家可以去听听他们的声音 我知道这次还有很多的音乐人也会参与 对不对 有哪些人他们参加然后还会表演吗 对不对 好 你们讲是谁啊 蛮多的 像这是有 考试 我们有什么克里夫 还有吴志宁还蛮多的一个音乐团体 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 陶山国小还有谁 刚刚影片里面有看到了啦 不要为难组长了 来告诉大家还有这个牛舌品亲子凳子 这是我们也是 这医疗呢 这个凳子也是我们就跟我们的一个信仪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信仪基金会 他是对于一个亲子活动非常关切的单位 他们对于他们的一些童玩或者玩具类的或者是家具类 他们有另外一个叫合宜来进行这些 合宜沐浴工坊 他就特别设计用宜兰的牛舌品为概念 以国产材打造一个合宜的一种这种牛舌品的一个亲子凳 人家得到了那个2018年宜兰以国际设计奖 牛舌品 吐个舌头给你看一下 其实做的就是医疗啦 所以说现场当天就可以看到他对一些展示 他的一些玩具或者是他们的这个亲子凳 OK 这是爱心聚落 在这个森林市集 你不要以为我一直咬错鹰 说错话 不是森林市集 没错 森林的森 都是查的 不是我咬字不清楚 森林市集 有这个牛舌品的亲子凳子 这个是我们的爱慕聚落 那这个爱慕聚落这是我们的编号吗 是是H4 就大家去找这个摊位就找到他们 我们在我们的主场馆就西医馆 华山的西医馆里面有所有的厂商的一些名录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介绍的一些明星的产品 那边都有地图或者是编号可以大家来寻找 OK 好 然后再来看到哇 相思喇叭 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挖掘出来的一个厂商 它是用我们本土的相思素 在这个摊位记下来 对对对 它是做一个高单价的一个客制化的一个相思素 精品的 对对对 你说精品我就知道价格比较高 对啦 价格比较高就是因为它是精品 对 这个相思素质感非常非常的棒 也是推荐给现场的一些 音色呢 音色呢 音色它是什么这种是单 全音域的单体 这一个单一的单体 是对 对它有些它底下有些反射孔 是我们玩音响人会比较在意的地方 对 那个声音是从那个孔 对 我们想今年引进这个厂商 跟蜂巢音乐 今天我们的承办厂商刚好是蜂巢音乐 有很多音乐元素在里头 我也希望说引进这些音乐音响的一个厂商 对我们的国产材部分可以来做一个加分 是一定要的 像这个我就不可以给我老公看到 你知道喜欢音响的人他会疯掉 我们叫发烧友 他叫发烧友 可是发烧友里 你会发现那个耳朵真的不一样 听到好的音乐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感动 所以这场的活动 三天的活动 除了你会看到很棒的音响 台湾的国产材 木头 然后还有很多台湾的文创人 甚至蜂巢音乐 也是琢磨很多 我们现在听到的配乐就是陶迪阿智 他的森林狂想曲 那种森林的感觉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一时半刻 马上跑到什么 太平山 雪山 或者是要去我们要去这个乌来 要去感受一下那个大自然的芬多精 可是你可以在华山艺文中心 就可以看到中央公园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 把大自然带来的好东西给各位 那这个也是一样 一样是我们的爱慕聚落里面的再森林 这又是什么呢 请组长告诉大家 是 再森林是我们的 是我们长期辅导一下林场 他开始转型 他从他们的林场经营 从传统的制裁业开始 他们从一级产业 从林木的生产 一级产业到二级的一些商品 现在已经开始进步到我们三级 他也除了现在一些的文创商品以外 他还有一些林场的观光体验的课程 开始有进入这个再森林的这个品牌 林场的观光体验 那我知道了 我有一次去哪里玩啊 一个车站那里 然后我们就自己订了一张椅子回来 你讲的是水里的车层 对对对 你怎么这么聪明 水里的车层 然后他就给我们板子 然后一群人就在一个大桌上组合 我跟你讲 这张椅子到现在我还爱不释水 就摆在我们家 时不时拿起来坐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好像坐在那个车站的感觉 板凳的产品 我们这次的市集也是有蛮多种类的 大家可以到市集去选购 糟糕了 我荷包要失血了 可是我觉得国产财 很值得大家的青睐和支持 好除了这个之外呢 再来给大家看到了 这个是什么呢 梨烟笔 其实也是我们有一些 他这个社区也是一个 利用他们社区的 他们社区是种梨子的 高界梨 他们有产生很多梨的 就是一些农业制裁的废弃物 所以他们的一些社区的一些民有 有有致青年 他就特别会去做 发想说这些的一些废弃物到底要怎么去处理 这是废弃物不要的东西哦 原先都是废弃物 这只是有焚烧 本来是本手 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发这种梨烟笔 就是用他的一些高界的梨碎 来接之减价来的梨碎 然后来制作一些文创的一个商品 他这个社区的这些商品都得到蛮多蛮多的奖 也是我们目前 我们农委会所推广的一个循环农业最主要的一个理念 谁说我们地球人都是在制造垃圾 其实我们制造了很多文创的商品 这些当然你如果摆在垃圾堆里面就是垃圾 可是你看他设计过之后 这也不简单 他就把它抛光 还要再上一层漆之类的东西保护 对不对 所以友善土地 梨烟笔也是一个很好的首选 OK再来告诉大家 还有一个足迹馆 这些位都来 我有看过人家装置艺术做这样子 好漂亮哦 这个足迹馆这张照片是在我们台中花博的一个厚礼园区 他是得过蛮大的 蛮多的一些建筑讲 人可以走进去吗 这人是可以走进去的 这是足迹馆是我们一个足迈文创 是跟我们大概有长期合作经验的一个足山的一些足的加工业子 他很多一些设计的理念都会有一些装置艺术 或者一些足边或者是足地板之类的 他们这边都是有他们的维持物 他们原载的一个传统的加工技术在这里头 好神奇哦 在现场看到他们一些装置艺术会有这个吗 不是足迹馆会有一些装置艺术的灯具之类的会在现场会展出 我强烈建议大家 那个足迹馆如果你要去看那装置艺术的时候 那个照片一定要拍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好多年前我带我妈妈去那个壁湖公园那边 他们也做了好漂亮的装置艺术人可以走进去 然后把鞋子脱掉放在那里然后走进去 然后人好像是踩在那个壁湖的水上面一样 哦好来给大家吃冰 这个是一个三星奖章的冰淇淋 其实以往的市集是没有所谓的这种 不可以吃东西 不是我们没有这种产品森林木头总不能拿来啃拿来吃吧 说的也是哦 但是因为这几年的经验里面其实这非常不能道了 五六月的一些剩下时间 连饮料都没得喝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对一些文创的一些产品啊 或者像咖啡啦或者是一些冰淇淋的甜点之类的 我们都有一些提供一些服务 当然我们这些厂商都是我们精挑续选的一些厂优良的厂商 他有他们自己的跟我们符合一个友善环境的一个理念之类的 然后跟我们这些理念切合的厂商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在森林里面呈现给大家 是所以我们的志向乐游森林市集 希望能够大家是用一些比较自然的方式和自然的饮食 要说现在的那个食品加工确实是技术很好 但是许多的食品添加东西对身体没那么好 那我们讲的自然的环境也要给大家自然的饮食 我会觉得我很期待这个 因为我应该走不到100公尺 我就会说我好热 来还有我们的首座职人做了绵羊小夜灯 这也非常值得我们理组长给大家介绍推荐一下 那时间就是在我们的6月21号到23号 在华山的中央艺文公园 大家一起来参与 也会看到这个小绵羊灯 这一个小的文创産品 它用的木的元素跟我们一个生活元素都在结合在一起 其实就是我们推国产材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我们希望这些国产的木族材都可以走入我们的生活 是我们觉得使用木材是我们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希望这种厂商可以来透过这种一些厂商 然后传递给消费者说 林务局希望跟大家来分享整个森林的会议 然后使森林走进我们的一个生活里面 太好了 还有我介绍不完的时间不够了 各位你们赶快按赞 然后我再把连结给大家 反正就是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你哪里都不要去的 你就去这个我们的华山中央艺文公园就可以了 来还有一个大地旅人的部分 哇这个看到是森林小旅行 对其实森林可以它值得你进去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拜访它森林 它可以每次都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去都会给你不同的一个体验 所以我们也希望是说一般的民众并不是说走马看花去森林去一趟 然后去下车尿尿 下车睡觉 对然后这样我希望他对森林 我像是有吃冰啦 对森林有更深切的一个体验 我希望说透过这种生态旅游业者的意义的结合 对我们森林的理念跟环境保护的概念跟森林利用 这都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把森林的会议提供给更多的民众 OK还有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来逛逛一定要带回家的 就是柠檬马鞭草洗法精露 听说你们在网路上的那个照片比这个还漂亮 无患子有得漂亮的 最重要的是好用 无患子这个叫我想讲古堡 大家就比较听比较有了解了 古堡他的一系列的一些洗洁用品 包括他们的一个洗衣精 对洗碗精之类的 他是对跟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个厂商 他之前我们在平地造人的时候 就发现无患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我们古早阿嬷所用的一些洗衣精的清洁用品的原料 所以我们跟古堡来合作 从民国九十几年开始 我们就陪陪他一起的成长 看着他业务渐渐的一个扩展 蒸蒸日上 对然后现在也是到他的等于是他的市场累积到一定成本以后 他是利用我们的森林的副产物去做开发 欧美的一些消费者很重视他自然生活的一些消费者 非常买单这种产品 所以古堡这几年的外销 超喜欢的 外销也非常的热络活络 因为我们也是趁这个机会 跟古堡古堡部分的话也是趁这个机会来进行一些转型 刚网路上看到一些标装 就是非常的感觉到 精美 对非常精美 跟目前看到我们 我们的网路上抓下来 就是比较旧的产品部分是比较出荣好用 耐超好用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最重要还有很多很多的新银活动 我今天应该是讲不完了 这音乐活动 还有呢 有许多的舞台上的 还有我们升学堂的 还有我们的 这几天里面都有啦 就是舞台上跟升学堂 舞台上跟升学堂的课程 我这个网路上看得到吗 对网路上 那这样各位你要拍下来 对这种专 只要打入关键字森林市集 就可以找到我们专属的一个网站 是太好了 把这些网页告诉大家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的去亲近我们的大自然 最后也要请大家呢 一同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环境 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爱护的森林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共同的来 呵护我们的森林 我们的资产呢 是 其实最主要 森林是属于一个再生的一个资源 它可以循环的利用 如果是我们把大树砍倒 然后利用以后 重新种回小树 等这个小树成长为大树以后 我们又可以重复的利用 这跟我们利用石化产品 一次性的石化产品 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是 我们也是透过使用 多使用的我们的木材 来取代石化产品的话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保护我们的地球 我们也希望说森林的部分的话 可以除了我们森林 实际上的使用的会议以外 还有带给我们更多 其他精神层面的一些会议 就像我们的森林疗愈 生态旅游 或者其他的一些 友善环境的一些产品 都可以带给我们更多 更多不同的体验 也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环保 太好了 环保的生活 大家一起来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收看 欢迎大家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森林市集 谢谢组长 谢谢 拜拜 礼拜六 礼拜天 礼拜五 一起见面哦 拜拜